Hello大家好,我是妖卓,我在新西兰 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 我觉得还有点可惜的消息 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南岛特别的好看 很多人都在网上看过那个照片是吧 尤其是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建筑物 就是在Christ Church 就是Christ Church,我忘了中文怎么翻译了 然后呢,到这个昆斯汤皇后镇之间 有一个小的建筑物 那这个小的建筑物呢,它有一大片花海 尤其是在12月,那一大片花海呢 然后就是鲁冰花 然后很多人都会在那拍照,大家应该都看过 而且那个湖呢,我管它叫绿色的 真的特别好看,是在12月底的时候 然后去12月底的时候呢,不但能够看花海 然后看这个漂亮的湖 与此同时呢,还能够摘樱桃 但是今年要说的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鲁冰花,它居然是在新西兰被认定为是有害的 为什么它是有害的呢?第一就是,其实是在早期 在南岛的时候,这个是外来的物种 是为了漂亮,确实很漂亮 然后去装扮城市,然后去引进过来的 但是呢,它因为繁殖太快了 怎么说就是它播种的太快了 然后就长到,就通过比如说它的种子 通过水啊,通过湖泊流啊 就会带到其他地方,就长到到处都是 你可以看到花海,就这种藕核色 真的很漂亮,尤其是特别适合拍照 但是除了就是说它会侵略 就是怎么说,它会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 因为它比较强,长得会比较容易长 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它还会 比如说它因为它比较高嘛,是属于高草 然后它又是那种大的那种枝叶啊 然后那种果,就不能说果实,大花花 反正我是去过,就感觉有的是艺人膏啊 这种高度,所以就会有一些害虫的这种动物 比如说黄鼠狼啊,然后一些老鼠啊 就是类似这种,全部它们都会藏起来 藏在这个花海里面,就没有办法去灭它们 所以呢,今年呢,就把这些花全部都砍掉了 可能我想,就有点像什么 我感觉就是说,我很喜欢有一小孩喜欢一个东西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没用 然后呢,趁它不在家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全扔了 那我想说的这个小孩是谁呢 就是这个打的硬抗小孩就是游客 因为游客都很喜欢这个花 趁今年都没游客,啪,全都灭了 等明天游客一回来,你看 我的花呢 很多人应该都是冲着这个拍照啊 冲着这个花来的 就真的拍出来特别好看 而且大家应该都是很多人就是拍婚纱照 哎,包括姚晨在内,她在结婚的时候 就是在新西兰的皇后镇来就是拍的照举行的这个婚礼嘛 那我想她肯定也跟这些花合影了 这就是让南岛变得更漂亮的一个小点 但是反而呢,现在就被嗯了 所以大家怎么看,如果真的没有这个花了 会不会觉得南岛好像失去了一点点的小味道呢 就是因为南岛的景致我个人觉得它太大了 就是我个人喜欢小景小致 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南岛的大景致 它有一些这种花海的小景致 它可以装扮你 然后你可以跟这些花拍各种角度的照片 但是现在没有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呢 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拜拜 拜拜